这是一部09年播出的电视剧 虽然时隔多年 却依旧让人印象深刻 爷爷强迫孙女参加相亲 为了抗议 孙女当着长辈们的面子抱自己和多个大明星的绯闻 还说自己有个未公开的孩子 这可吓傻了在座所有人 相亲结束后还给了相亲对象一拳 她就是东亚顶级财阀唯一的继承人江惠娜 她是真正的刁蛮公主 搭配是只是加断了她一根头发 就被解雇了 首席只是因为没听懂那句英文 也被解雇了 年纪轻轻的江惠娜已经登顶个大富豪名人榜 拥有自己专属的40万平大别墅 除了泳池 网球场 高尔夫球场以及私人飞机 还有20多位职士和女仆服侍她 而江惠娜本人不但是个白富美 还精通马术射击舰道等各种体育项目 无敌且万能的江惠娜也会遇到自己的宿敌 穷小子东灿正在给客人送离 一辆跑车加速便到逼停了她 货物也滚落一地 她生气地去找车主理论 车主正是叼瞒大小姐惠娜 看到这么漂亮的惠娜 东灿也不好再发火 只是告诉惠娜要小心开车 惠娜可不想听她的长篇大论 直接掏出一张百万支票打发她 东灿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 只要一个道歉 始终不为金钱所动 惠娜的耐心耗光了 干脆将支票甩在了她身上 然后潇洒地扬长离去 东灿见状也一脚油门追了上去 两人就在路上不停地变倒超车 久久僵持不下 生气的惠娜干脆直接撞到了东灿车上 虽然进了警局 但警察们都对这位大小姐毕恭毕竟端茶倒水 东灿向惠娜的律师指责她的无理行为 律师却不以为然 想用钱打发东灿 律师提出五千万和解费时 东灿承认自己有点心动 但惠娜却毫不留情地说她是个喜欢钱的老手 东灿接受不了别人诋毁自己 发誓要和惠娜在法院分出个高下 惠娜最终被判多项罪名 还被处罚社会服务150个小时 管家说已经打听到了东灿的住处 惠娜决定把东灿家的房子买下来 她得知东灿在兼职代驾司机 便伴坐乘客上了东灿的车 弄乱了自己的头发 露出肩膀 还脱掉了高跟鞋 一副被欺负的样子 还给东灿的嘴唇上抹了点口 然后就开始呼救 多辆警车赶来围堵住了东灿 东灿虽然知道自己被搞磨 但面对这么多警察 她也只能束手就擒 东灿说破嘴皮子也没人相信她 东灿的家人感到警局 埋怨她就算背负着巨额战 也不该去绑架别人 这不白白送警察一个犯罪动机吗 东灿也被气得无话可说 但第二天东灿就被无罪释放 原来是惠娜的爷爷担心她坏了名声 所以就放了东灿一马 妹妹惠珠对此很生气 扬言要把江惠娜叫醒一顿 东灿妈妈急慌慌地跑了 告知两人家要被拆了 并且要在一天之内搬家 这正是惠娜安排的 东灿想到惠娜家讨回工吧 却偶遇了惠娜的爷爷 但东灿并不知道老爷子的身份 还向爷爷抱怨惠娜的所作所为 发誓就算打断她的腿 也要把她坏脾气给改 爷爷心想 还有这好事吗 于是不仅没责怪东灿 还要让东灿担任惠娜的贴身指示 看来爷爷早就受够了惠娜的刁脉 惠娜瞒着爷爷想要去国外散散心 没想到东灿在机场堵住了她 还强硬地把她绑到了车里 说既然惠娜这么爱玩绑架游戏 这次就来真的 惠娜再次想用钱打发她 但东灿说自己只要道歉 惠娜死不低头 宁愿选责任她宰割 看着倔强的惠娜 东灿这才表明了身份 她和老爷子达成协议 即将成为24小时服侍惠娜的首席之士 东灿答应做贴身指示的目的并不单纯 她欠黑老大5000万 打算要在一个月内拿下大小姐 惠娜对东灿很不满意 但爷爷却不松口 惠娜只能决定要好好折磨这个贴身管家 逼她自己走 会有一场家族晚宴 惠娜就让东灿去店里搬了成队的鞋子和礼物 顶着烈日刚到惠娜家 又被告知晚餐由她来承包 东灿生气地质问惠娜 惠娜却嘲讽她这点小事都做不到的 东灿知道惠娜是想把自己逼走 只能硬着头皮上 求变了整个厚厨 也没人愿意帮助她 无奈的东灿只好翻看师谱自学顶级料理 但半天都没研究出个所有人来 既然这家子没一个正常人 东灿干脆也破罐子破摔 惺惺净准备了一下午 除了桌上的烤乳猪 东灿给美人准备了一盘蛋炒饭 惠娜不禁嘲笑她 东灿却淡定地向大家吹嘘 这道蛋炒饭是多么多么厉害 惠娜的表姐最喜欢跟惠娜攀命 惠娜没见过的她一定就要说自己见过 说去年自己在西班牙就曾经吃过 看着和表姐一家侃侃而谈的东灿 惠娜差点没气死 惠娜正在马场骑马 有个身影从于光略 惠娜立刻骑马旁跟追了上去 她以为男人是她的初恋 那是她唯一深爱过的人 男人停下了车 不解的问惠娜有事吗 惠娜没有回话 只是正正地望着眼前这个男人 男人不是自己的初恋 只是长得很相像而已 赶来的管家东灿解释都是一场误会 惠娜流着泪走开了 东灿没想到刁难的惠娜还有这样的一面 东灿带了擦伤药前去安慰惠娜 惠娜不想让东灿看到自己脆弱的一面 拒绝了东灿的好意 还让东灿为今天所发生的事保密 东灿不仅答应了还逗笑了惠娜 总管张执事只问东灿马场发生了什么 东灿把责任全揽在了自己身上 张执事就准备解雇她 惠娜却站了出来 说没有她的允许谁都没有权利解雇东灿 惠娜正带着管家东灿一起逛街 张执事却让东灿晚上带着惠娜参加家庭聚餐 这次的聚餐实际上是爷爷安排的相亲 惠娜赶到后 三个人都给怀心思 惠娜担心东灿会因此被爷爷骂不称职 细心的她决定先让东灿挂彩 这样更有说服力 正准备挥拳了 就被拉住了 来人正是在马场碰到的男人 东灿不经意间有点失措 甩开了男人的手 男人却主动说她就是将惠娜小姐的相亲对象 傲娇的惠娜说自己并没有相亲的遗愿 男人表示正好她也是 这个男人名叫李泰宇 不仅是个富二代 还是个名校毕业的政治律师 泰宇看不惯惠娜的喜蛮个性 奉劝惠娜以后别这样随便打人了 惠娜的表姐很喜欢泰宇 特意邀请泰宇来参加公司的新品发布会 惠娜也在名单内 漂亮的惠娜一出场 就成为了在场所有记者的焦点 表姐暗戳戳地跟惠娜比起了穿搭 两人互相嘲讽起来 惠娜本想带着东灿直接就走 但是表姐却说 泰宇律师也会前来 傲娇的惠娜不仅留下来 还悄悄去补了个妆 刚转身就被一个男人 泼了一杯鸡尾酒 这正是开头被羞辱的乡亲男 被破坏了和泰宇的见面 惠娜很生气 穿着高跟鞋毫不留情地就踩了上去 再用帅气的一脚 警告乡亲男不要再出现在面前 惠娜带着东灿离开 刚到地下车库 就遇到了东灿欠债的几个黑老大 他让惠娜躲到建筑后面 自己则轻松起全就解决了他们 这其实是他和黑老大 自导自演的一场英雄救命 目的就是为了让惠娜爱上自己 三个穿黑戏装的壮汉越靠越近 东灿以为这也是黑老大请来的人 但这三人其实是相亲男请来报仇的 东灿突然意识到不对劲 两人被三个大汉围堵住 东灿让惠娜先跑 惠娜迎面撞上了李泰宇 他和东灿一起把三个壮汉打得落魂而逃 两人同时前来查看惠娜的情况 惠娜本就对泰宇很有好感 现在更加心动了 东灿意识到自己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 赶紧说小姐该回家了 曾经做过牛郎的东灿 总想着靠自己的外在去勾引小姐 但进展很不顺利 惠娜带着东灿来到了高档西装店 东灿还以为是惠娜为了报答自己 其实惠娜的心里只有李泰宇 西装也是买给她的 并亲自送到了泰宇的办公室 没想到第二天泰宇就来退娃 刁难公主江惠娜这辈子第一次被拒绝 不经大脑思考就直接讽刺泰宇是一个伪善的人 这话让泰宇回想起高中的往事 她和一个朋友一起去打群架 最终朋友被迫退学 而自己却因之手遮天的财阀父亲跑过一击 那是她第一次深刻感受到 金钱是个多么可怕的东西 眼前这个高高在上的大小姐江惠娜 和自己的财阀父亲没什么差别 泰宇冷漠地向惠娜表示了谢姨就转身离开 只留下惠娜待在原地 妹妹发现哥哥东灿居然一直在仇人家里做管家 质问东灿为什么不告知家里 东灿因为不想把妹妹牵扯进去债务中 只好选择继续拎真相 郁闷的两人坐在一起喝闷酒 两人互相倾诉了今天发生的事 东灿为了让惠娜开心一点 带着她来到草坪上打骂 最后惠娜最倒在了东灿的怀里 东灿看着安静脆弱的惠娜很是心动 真希望时间永久地停留在这一刻 爷爷看到惠娜掺和泰宇家的事上的报纸 原来惠娜被泰宇的同事算计 被引诱在反对裁员表上签字 惠娜解释自己是出于好心才签的字 但爷爷却怀疑是泰宇让惠娜这么做的 惠娜抢先一步找到泰宇问亲人物 却看到泰宇哥哥误会自己的弟弟 还删了泰宇一巴掌 惠娜立刻走出来质问泰宇哥哥有什么资格打人 说签名是自己自愿的 不关泰宇的事 同时劝告泰宇不要和家人对着干 愤怒的泰宇将他一把按在了墙上 质问惠娜是不是喜欢自己 不然为何总是出现在他面前 赶来的东灿赶紧拉开泰宇 自己还没避东过小姐呢 这小子也配 东灿趁机刺激惠娜 泰宇和惠娜就这样不慌而散 没过多久泰宇竟然主动给惠娜打电话 惠娜猜测泰宇是想和解 但傲娇的他怎么会轻易低头 惠娜不仅挂断了电话 还把送泰宇的西装全部退回店里 没想到竟又遇到了相亲男 惠娜正在生闷气 出气筒送上门怎能不用 把人打出了鼻息 泰宇也赶到现场 却发现相亲男竟是自己的高中同学 他轻轻松松就劝走了相亲男 看着前来解围的泰宇 惠娜再次心动 事后泰宇带着惠娜来到一家店里一天 为上次误会惠娜的事道歉 惠娜傲娜地勉强接受了道歉 泰宇提议和惠娜一起坐公交回去 从未坐过公交的惠娜很兴起 尤其还是和喜欢的人一起 两人选了最后一排的位置 泰宇不知不觉靠在了惠娜的肩膳 惠娜幸福感爆棚 东灿却教了惠娜一盆冷水 他笃定泰宇不会喜欢惠娜 气得惠娜想要解惑他 惠娜被爷爷叫了过去 爷爷甩出了好几张 他和泰宇在一起的亲密照 质问惠娜是不是喜欢泰宇 惠娜自然回答喜欢 爷爷却很生气 明明上次爷爷还安排自己和泰宇相亲 现在为什么还要生气 爷爷表示两人在一起 对惠娜和集团的未来都没有好处 惠娜却不顾爷爷的反对 坚决要和泰宇在一起 爷爷气得要把惠娜送去国外 一直在偷听的东灿担心惠娜去了国外 自己还债的事就泡汤了 惠娜为了反抗爷爷竟然离家出走了 他躲在管家所在的平民区 和他的家人们玩起了平民体验游戏 东灿和张志士轮番劝输会长 爷爷终于答应只要惠娜愿意来公司上班 就不反对惠娜喜欢泰宇 惠娜虽然答应得很爽快 然而上班才五分钟 他就想和泰宇通电话 东灿却挂断了电话 气得惠娜又想解雇他 东灿却说要想抓住一个男人的心 就要学会欲擒故纵这一招 没有恋爱经验的惠娜果然信了 按照东灿的恋爱指导 给泰宇回了通电话 东灿在一旁不停地示意他点到为止 可就在惠娜即将挂断电话时 泰宇却邀请他参加公司的慈善活动 惠娜很是心动 东灿急忙打手时示意他千万不要立马答应 于是惠娜就借口说工作太忙没法参加 东灿时刻都在提示惠娜 无论多么思念对方也一定要忍住 晚上两人还是来到了慈善活动现场 惠娜就想尽办法把东灿给治开了 泰宇对惠娜的到来惊喜 和惠娜相处越久 他就越明白惠娜别扭可爱的心目 泰宇突然被叫上台去唱一首歌 虽然害羞 但他却唱得很好 惠娜在台下听得如痴如醉 惠娜忍不住在东灿面前炫耀泰宇是多么迷人 东灿看着满脸涂红的惠娜 忍不住伸手碰了碰他的头发脸颊 惠娜却醒了过来挣脱了东灿的怀抱 惠娜想让让东灿教自己下一阶段的恋爱技巧 下一阶段的肢体接触应该怎么做呢 惠娜越想越害羞 吃醋的东灿直接吻了上去 惠娜心跳得厉害 久久不能释怀 东灿却幻想惠娜想和他更进一步 等待他的只有惠娜手里的棍子 表姐和惠娜都喜欢泰宇 三个人的午餐真的很拥挤 两姐妹针尖对卖忙 在饭桌上不动声色的互相交锋 东灿为了帮惠娜解围 捏造惠娜准备了新的提案 这下好了 大家都知道了 还是东灿为惠娜想出来办法 他让惠娜利用自己擅长的过肩摔教女员工们防网术 惠娜就把东灿当作假想敌人 虽然东灿被摔得七昏八索 但却在网上得到了大家的好语 东灿因为过肩摔生病了 惠娜却以为他是装病 这对欢喜冤家第一次没有合体出现在太语面前 听了太语的劝告 惠娜有点担心东灿 惠娜得知昨天是东灿的生日 送了他一张优惠券作为礼物 还承诺会在三个月内帮东灿实现一个愿望 他知道东灿特别希望听到他的一声谢谢 由于不好意思 惠娜把这句谢谢写在了贺卡上 就当是给你的生日纪念 东灿含着眼泪看完了情 他看到了惠娜傲娇外表下温暖的心 为了和太语见面 惠娜心甘情愿下乡义务做猛火 但是一下午的劳作时间过去了 他也没有看到太语的影子 惠娜便让东灿去询问情报 结果才知道太语因为工作来不了 失望又生气的惠娜只能借酒交仇 喝醉后他无意识地交代东灿睡在他身边 东灿当然是幸福地答应的 醒来后的惠娜很生气 正想教训东灿 却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 是表姐带着太语来抓奸了 惠娜甚至来不及让东灿挪进衣柜 四目相对时 惠娜看到了太语铁青的脸 虽然东灿极力解释两人真的没发生什么 表姐却在旁边煽风点火 太语看不下去了 留下一句自己不在乎到底发生了什么就离开了 惠娜冲着东灿发脾气 说如果这件事情让太语误会的话 他就不会放过东灿 东灿觉得惠娜爱得实在是太卑微了 为了刺激太语 他故意暗示自己和惠娜走得很近 太语果然生气 惠娜想和太语骑马也被冷漠拒绝 表姐又在搞事了 东灿受不了了 直接开队 先骂了表姐 又嘲讽了太语 惠娜却心疼太语 不许东灿羞辱心上人 把东灿拉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说自己就算被太语拒绝也不关东灿的事 他更没有资格那么羞辱太语 东灿说自己最想看到的 是原来那个虽嚣张跋扈却活得肆意洒脱的惠娜 而不是眼前这个为了一个男人而变得唯唯默默的她 东灿觉得惠娜已经丢了自己千金大小姐的脸面 惠娜气得一把推倒了东灿 这一幕正巧被东灿的妹妹看到了 毫不客气地将惠娜臭骂了一对 两个女人开始了扯头发大战 直到太语拉开了两年 惠娜终于向太语表明了心意 如果不是为了欣赏人 她一个大小姐才不会来这么偏僻的牧场 十分感动得太语上前紧紧地抱住了惠娜 这一次她再也不会放开她了 远处的东灿看到了这一幕 十分心酸 以为她已经爱上了惠娜 惠娜准备带太语来家里见爷爷 还准备重新装修客厅 她向东灿的意见 东灿只说随便 惠娜察觉到了她语气里的异常 还以为东灿喜欢自己的妹妹 特意为两人制造机会 吃了一顿浪漫的烛光晚餐 惠娜很感谢东灿改变了自己 愿意帮东灿做一些小事 但东灿喜欢的是她不是妹妹 天差地别的身份 让她根本不敢表达自己的心意 太语来到惠娜家 为她弹奏钢琴曲 指示们都在说两人就是天生一对 东灿意识到了自己和惠娜之间 无法逾越的鸿沟 还被黑老大狠狠教训了一顿 她曾经想引诱惠娜来帮她偿还债务 但真的爱上了惠娜后 她却不忍心伤害她 只好出而反而 一声不吭地承受着拳打脚踢 为了帮助惠娜能和太云有一场完美的约会 东灿开始教惠娜汽车 帮她包扎伤口 为她准备爱心早餐 惠娜学会了汽车 东灿也该离开了 她和惠娜的爷爷道别后就准备离开 惠娜却跑了过来质问 东灿为何一声不吭就要走 东灿只是说自己想换一种生活 不想一辈子都当知识 傲娇的惠娜说自己不稀罕 东灿这样的知识 但却忍不住去东灿工作的花店专门 她想要让东灿重新做回自己的管家 东灿却坚定地拒绝了惠娜 她知道一旦回去的话 自己肯定控制不住对惠娜的感情 只能找借口赶走惠娜 魂不守舍的惠娜在集团的重要文件随意签了字 影响到了整个集团的利益 爷爷痛骂惠娜没有一点领导的风范 不敢想象以后 他继承家业会是什么后果 惠娜直言从未想过要接管公司 就算爷爷把公司送给表姐一家 他也不在乎 这可把爷爷气得昏迷了过去 爷爷是惠娜唯一的亲人 是他肆无忌惮生活的志众 看着爷爷陷入了昏迷 还有一大堆记者围在医院 往日嚣张的惠娜此时却十分迷茫 直到东灿站到了他身前 拒绝了媒体的采访 惠娜很好奇东灿怎么会突然来到医院 东灿说着都是为了会长 看到太云赶到 惠娜立刻扑进了他的怀抱 让他开始参与公司事务 有了东灿的鼓舞和支持 惠娜的进步神速 逐渐能够应对公司的挑战 惠娜突然问到东灿回来的原因 东灿半开玩笑半时真心地说 因为喜欢小姐才回来 问惠娜姓吗 惠娜不知道怎么回答 直到晚上他都久久难以释回 太云请惠娜尝试小吃摊 惠娜的烤肉掉了 东灿赶紧用手帕 为他擦拭弄脏的地方 这下意识的动作 却让妹妹和太云 对两人的关系产生了怀疑 太云好奇地问东灿 在做直视之前是做什么的 东灿不敢说牛郎的经历 只是在花店工作 惠娜却说东灿的国标舞跳得很好 妹妹却直接说哥哥不仅会跳舞 而且也很受女孩子的欢迎 她劝惠娜不要误会哥哥对她的好 因为她对每个女孩都很体贴 搞得惠娜一头雾水 妹妹知道了东灿的债务 也知道了东灿跟黑老大的赌约 她质问哥哥为什么要再回到那个家 是不是因为已经爱上了江惠娜 三个黑老大竟直接找到了公司 惠娜也就此知道了真相 当着表姐的面直接给了东灿一巴掌 东灿曾经做过牛郎 一开始接近惠娜也是为了还债 惠娜很失望很生气 在办公室摔盘子 找到太云倾索 说自己被一个最信任的朋友背叛 不知道该怎么去应对 太云则回答她 说如果信任一个人就选择坚持到底 或许她有什么身不由己的苦衷吗 惠娜报警抓走了那三个黑老大 东灿终于解脱了 晚上她来到酒吧接惠娜 惠娜问东灿有没有欺骗过自己 东灿再次选择了欺骗 本想给她一次机会的惠娜失望至极 想要解雇东灿 但却陷入了企划案抄袭风波 她的原创企划在夜里 被表姐一家派的人直接盗走 惠娜气急了 看到东灿默默解读文件 立马打电话让保安赶走她 东灿说自己会走的 还最后安慰了惠娜 为了报复东灿对自己的背叛 惠娜把东灿带回了她曾经做牛郎的地方 东灿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 生气的质问惠娜非要这么残忍吗 惠娜不是想看看她曾经的样子吗 东灿做事就要抢了惠娜 这才吓跑了惠娜 妹妹虽然很不喜欢惠娜 但她还是告诉了惠娜哥哥做牛郎的古中 为了给她生母筹集医疗费 东灿才舍弃自尊却做了牛郎 她只是想救母亲 她有什么错 东灿为了守护惠娜付出了那么多 惠娜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她和东灿终于敞开了心扉 第一次面对面向东灿到一起 东灿也借此机会向惠娜表来了 惠娜却不知所措 东灿带着惠娜逛小吃摊 回来的时候正好被泰昀看见了 看到两人的关系已经超越了主价的界限 泰昀有些吃醋 但神经大条的惠娜并没有意识到 还直接告诉泰昀 自己和东灿刚刚一起去了小吃摊 这让泰昀对东灿更加的警惕 惠娜和泰昀一起在零零小道汽车三星 正坐在大树下边乘凉边吃寿司 惠娜说这些寿司是东灿教她做的 泰昀问对于惠娜来说 管家是必须的存在吗 惠娜真心实意地说 自己能和泰昀走到今天这一步 有很大一部分功劳得益于东灿 泰昀表面笑嘻嘻心理 其实很不是滋味 东灿为了弥补妹妹自愿 提出做她的一日之事 两人一起逛街买衣服 一起吃街边小吃 坐在公园长椅上吃冰淇淋 东灿还贴心地为她擦取嘴角的奶油 妹妹说她很羡慕江惠娜 东灿每天都能在身边贴心地服侍着她 她希望东灿能放下对惠娜的执念 不然最后痛苦的还是她自己 东灿却说自己做不到 离开前妹妹亲了东灿 惠娜正好看到了这一面 心里有骨说不出的感觉 老爷子终于回国了 宣布将继承人之位传给孙女 稀嫩的惠娜刚才还说了几句话 台下股东就纷纷抗你 看着股东们一个个都要离开 惠娜终于爆发了 她说有人在上面讲话 大家怎么能随便离开呢 她对自己不能胜任继承人 非常有自知之明 她愿意通过学习来弥补差距 如果她拼尽全力后 依然得不到大家的认可 便会自己主动让威 妹妹看到东灿这么痴情 忍不住将东灿对惠娜的情感 告诉了泰映 泰映十分震惊 把东灿胖揍了一顿 露视东灿怎么可以对惠娜有非分之想 就在这时惠娜的出现打断了两年 泰映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 准备送惠娜回家 她因为惠娜和东灿的事心绪不明 惠娜说因为刚接手公司 以后可能不能经常见面 有危机感的泰映突然说 如果公司的事情没意思 惠娜要不要和她结婚 惠娜被这哭如其来的求婚吓到 向东灿分享了这件事 东灿意识到这是泰映开始宣誓主权了 于是由衷地祝福了她 还希望惠娜不要错过泰映这么优秀的男人 东灿和泰映见面 她说自己会主动辞职 并未给泰映带来的困扰感到抱歉 希望泰映不要对惠娜有什么误 她喜欢的人一直指引你 伯父让惠娜在一个月内 提升公司15%的业绩 惠娜碍于面子只能硬着头皮答应 东灿听说后很是担心 就去企划室找人帮忙 惠娜看到这样的东灿很开心 贴心的东灿还为大家准备了夜宵 惠娜似乎对东灿产生了一些 难以言喻的好感 那天惠娜其实听到了 东灿和泰映的对话 心里很是愧疚 东灿却让她不要在意 还带她来天台看了壮丽的日出 祝贺她重新开启一段新的人生 东灿最终还是坚持要离开 就这样 徐东灿被解雇了 为了那多增加的15%的业绩 惠娜同意员工使用不正当手段 销售业绩重复增长提升到了8% 爷爷看到惠娜的成绩很欣慰 但惠娜却非常心虚 他多么希望东灿能在自己身边 阻止这样任性且不理智的自己 泰映和惠娜约好了在一家餐厅见面 泰映不仅准备了烛光晚餐 还正式向她求婚 但她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场面陷入了尴尬 泰映问是因为徐职是吗 惠娜不知该如何回答 泰映已经明白了两人再也回不去了 喝醉的惠娜不自觉叫来了东灿 看着东灿这张可爱的脸 惠娜情不自禁想去捏一面 却不小心吻上了她 为了不挡在惠娜和泰映中间 东灿送惠娜回家后就匆匆离开了 很快员工就出卖了惠娜刷单造假夜解释 爷爷看着还在狡辩的惠娜很失望 不仅赶走了惠娜 还冻结了她所有的信用卡 惠娜只能蹭点酒店的免费食物充饥 接到惠娜电话的东灿只好把她带回了家 倔强的惠娜不愿意向爷爷低头 想要自食其力 但双手不沾羊春水的大小姐什么也不会做 东灿看着很心疼 带着她来到了一家小饭馆吃饭 劝说惠娜实在无处可去的话 就应该和太允和解 惠娜根本没有做好去见太允的准备 看到突然出现的太允 东灿希望太允能救济她几天 说完留下惠娜就走了 太允对惠娜第一个联系的是东灿而不是她狠狠 看着这样的太允 惠娜只能说一句对不起 张总管找到了东灿 告诉她会长是想培养惠娜独立坚强的抑制 老爷子根本就没有去国外动手术 医生说她可能撑不过这个冬天了 因此她希望东灿能在这段时间帮忙指点惠娜 也希望她日后能重新回来做管家 惠娜不自觉地就来到了东灿家门口 本想悄悄离开 却被东灿一下就发现了 看着还在嘴硬的惠娜 东灿狠心戳穿了她的谎言 惠娜终于绷不住了 东灿把惠娜抱进怀里 让她尽情痛苦 惠娜最终住进了东灿家 东灿为了让惠娜学会独立 让她学会做饭 做家务 带着她出去到处找工作 让她帮忙照顾一下花店的生意 太允也找到了花店 和惠娜和解了 和解后的惠娜反而有点后悔 明明和解是件值得开心的事 但她却开心不起来 太允找到惠娜的爷爷 提出要和惠娜结婚的请求 爷爷答应了太允 但前提是要在惠娜完全独立之后 太允便带着毫无准备的惠娜来见自己的妇 未来公婆对惠娜十分满意 还希望两人能尽快结婚 原本以为两人会这样踏上正宾 惠娜突然接到东灿出车祸的消息 抛下太允和她的父母就赶到了医院 两人差点酒后乱气 还好太允偶突起来 第二天东灿突然高烧不起 惠娜这才知道是车祸的后遗症 请来后的东灿看到了惠娜贴心的照顾很实行为 惠娜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 她开了一家自己的网店 生意还挺不错 东灿还帮她找了一份幼儿园的监制 两人为幼儿园粉刷图案 相处的过程还增进了彼此间的感情 为了给东灿一个惊喜 惠娜用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为她挑选了礼物 另一边东灿把惠娜的事如实汇报给了会长 会长听后很欣慰惠娜学会自己赚钱 看来是时候该让她回来接管集团吗 惠娜在路上遇到了曾经的恋人泰宇 想起之前自己的不辞而别 惠娜还是鼓起勇气向泰宇道歉 这次的偶遇正好给她创造了机会 泰宇让惠娜不用道歉 还说自己会一直等了 想再给彼此一个机会 她坚信着惠娜终归会回到自己身边 惠娜和东灿在公园见面 东灿不忍心将她明天就要回去的事说出来 特意提出今天会满足惠娜的所有要求 两人来到海边漫步 惠娜买了蛋糕庆祝这些天自己的辛勤劳作 希望东灿能一直留在自己身边 东灿忍不住也流下了眼泪 两人一起吹灭了蜡烛 惠娜拿出来了自己为东灿精心挑选的礼物 虽然很舍不得 但东灿还是将惠娜明天要回去上班的事告诉了她 虽然正是上班后两人要开始保持距离 但生活中还是有一些甜蜜的互动 惠娜的伯父扔下一大报纸 上面报道的正是惠娜和东灿交往的事 上面还有很多东灿的仇恶 知道记者就要来了 惠娜不顾爷爷的反对 带着东灿私奔了 两人坐上大巴逃到了乡下 惠娜舍弃了自己小姐的身份 在这穷乡僻然感觉到了自由的快乐 身边还有自己心爱的东灿 但东灿却很纠结矛盾 惠娜说只把这当作休假 想让东灿无忧无虑地陪着她过平淡的生活 老爷子执意要找到惠娜 张总管虽然知道东灿的为人 但他必须要考虑会长的身体情况 他联系上了正沉浸在幸福生活里的东灿 让东灿为会长和小姐考虑 东灿被说动了 他不能让惠娜为自己牺牲这么多 东灿劝惠娜和自己一起回去 不被认可的爱情是不会有结果的 老爷子和两人约在了一家酒店见面 东灿说要去一趟洗手间 但他其实转身就离开了 然而当他关上那扇门时 惠娜等来的不是东灿 而是他的前任太允 爷爷要让惠娜回来和太允结婚 惠娜当然不同意 太允的父母直接生起离场 惠娜对爷爷说自己喜欢的人只有东灿 哪怕爷爷以断绝关系 相逼惠娜也不同意 惠娜什么都不在乎 只想知道这个局到底是太允还是东灿安排的 得知真相后惠娜再次感觉自己被背叛了 他找到东灿狠狠地点了他一巴掌 伤心的惠娜再次离家出走 东灿直接闯了进来 准备带着他回家 惠娜却还没原谅他 斥则他背叛了两人的爱情 两个昔日的爱人互相伤害 背对背的不是拥抱 而是伤心的眼泪 争吵过后东灿还是心软回头了 他回到酒店紧紧抱住了惠娜 深深吻了上去 和好的两人再次找到老爷子 希望得到他的原谅和祝福 这次爷爷居然奇迹般地答应了 看到两人和好 太允也终于选择了放手 和惠娜重新回归了朋友身份 惠娜和东灿去逛婚纱店 看着美丽的准心娘 东灿不停地拍照敬礼 惠娜希望东灿能早点向自己求婚 男人却沉默了 爷爷早就单独找过东灿 严肃地告诉他自己 是不会同意两人交往的 现在两人还在交往 但结婚是不可能的 惠娜向爷爷提出 和东灿结婚的请求 爷爷却说惠娜要成为他的继承人 拒绝了他 还说要让东灿明天就离开这个家 看见孙女的固执 爷爷只好用自己作为筹码威胁惠娜 问惠娜难道愿意抛弃爷爷吗 惠娜能够舍弃财富 却不可能不要这个 把自己一手带大的老人 怒气冲冲的惠娜 说了很多伤害爷爷的话 老爷子再次因为心脏病 住进了医院 惠娜终于知道爷爷的病 已经到了什么地步 听着掩掩一息的爷爷 还在担心的主意 惠娜再也说不出拒绝的话 在那个看日出的天台上 惠娜终于跟东灿正式分手了 虽然爱情很重要 但亲情更是难以割舍 分开后惠娜也在一直思念东灿 他得东灿写了很多很多信 但这些信都没有寄出去 东灿也就不会明白惠娜的心理 这天惠娜带着爷爷来竹林散心 没想到今会在这里偶遇东灿 这其实是惠娜的另一个管家 为两人制造的机会 但两人已经无话可说 就算说了也没用 点头问候后就默默离开 今天是惠娜的生日 泰昀和东灿的妹妹 想要为两人促成一场邮轮约会 但两人都没有赴约 久别重逢的两人 悄悄开始了自己的约会 虽然知道这种快乐是短暂的 但两人还是很珍惜 老爷子不经意间看到了惠娜 写给东灿的信 他很感动 这才得知孙女对东灿原来爱的那么深 为了自己孙女宁愿舍弃了这份感情 他终于不再反对惠娜和东灿交往 他让惠娜以后就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 不管是否成为继承人 爷爷都只希望惠娜能获得自己的幸福 爷孙俩外出散步 正在讨论天气时 爷爷却没了声音 老爷子就这样安静地去世 安葬完爷爷后 惠娜召开了集团会议 他将留学历练 直到自己有能力接手公司 在此之前公司将实行职业经理体制 由伯父负责管事 往日是同水火的两家人终于握手言和 他们是惠娜在这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他希望伯父能在他学程回来前帮忙运营公司 得知惠娜要出国的东灿心里很纠结 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去送惠娜 挣扎了很久 东灿还是决定要去告别 在惠娜登基前 东灿还是赶上了 他鼓起勇气拦住了惠娜